大康 看來他們一直在注意我們的動向 算記得我李大康頭上來了 想給我吃個甜餅 嫩了點 大康 這是我們的敵人善用的手段 工作上的分寸我相信你 但是也要把家裡安撫好 不能讓孩子受委屈 放心吧 我要是連我自己的女兒都保護不了 我怎麼保護人民呢 別太自信 看來我們的對手早有準備啊 不簡單啊 我時刻準備長 老頭 跟那位陳大記者談得怎麼樣 那位記者 你真是一位啊 嗯 朋友的朋友應該也算朋友吧 可是他關心的都是以前的事情 和你所說的想把我們從原水和負面新聞中解脫出來 好像差得還挺遠 老曹 看來你得多讀讀書 多看看報了 我哪有那功夫啊 你得找功夫 我告訴你 媒體最大的愛好就是戀奇 你就得找出一些能夠滿足他們後期心的佐料 餵飽他們 你想事情永遠那麼複雜 有時候我都不懂你到底想幹嗎 好的社會輿論 是讓我們下些功夫要經營的 我告訴你 媒體說一句話 比我們自己說自己十句好話還管用 可我怎麼覺得這位陳記者不會聽我說一句好話呢 咱們走著敲 反正現在我跟你說什麼一個東西 還有事嗎 沒了 你不會等著我給你做午飯吧 還是有事兒 坐 說吧 那十三點六的轉讓協議簽了 你到底怎麼想的 怎麼怎麼想的 真要把這事兒告訴簡方嗎 什麼意思 簡方跟盧慧君過不去那是他們之間的事情 盧慧君本來已經吃了大虧了 我們再給他來證明一下 把交易細節和交易賬戶都告訴簡方 這麼做也太那個了 哪個了 生意場地 該留餘地就留餘地 簡方跟盧慧君過不去 他們的事情不能辦法著剁嘴 老曹啊 看來我跟你說的那麼多話 連一句都沒聽進去 好 現在由你來選擇 要麼你幫著盧慧君欺騙簡方 要麼你幫著簡方 找到盧慧君的證據 你自己看著辦 這不是我選擇不選擇的事情 那十三點六 是要交割到你的手裡的 協議我是簽了 但我可以拖 我可以不交割 你什麼意思啊 非要幫助簡方不可嗎 可為什麼你給我個理由啊 我跟你說過了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得好 是有些事情我可以不知道 包括那位陳記者提的很多問題 我都可以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要幫助檢方搞盧慧君 這一點我就是不明白 那我就再多說一句 你現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你知道的 全部告訴給夏青 否則 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不是我的朋友 聯繫嗎 好 我跟你說啊 你現在馬上聯繫一下曹 他剛剛跟我聯繫了 給我發了短信 你最好跟他落實一下 馬上去他公司 嗯 叫上貨量 我在這邊出發 咱們在那集合 好 就這樣 有事啊 還不知道呢 有事你就忙去 我收拾他們 喜歡看他們下棋 為什麼 你看 他們那一照一試的 多能表明他們的心思 嗯 那壞了 那說不定我教得不好 都全是敗招了 敗招怎麼了 敗招就不美了 沒 那我覺得 他們更需要的是勝利 當然 但是 你總是要教他們 學會面對輸贏 道理對 那他們太小了 那些他們不多 你小時候下棋 也像他們這樣嗎 我是很造就 很在乎輸贏 其實 挺痛苦的 我好像 一直都沒有很強的輸贏感 可能是我不求上進吧 那挺好的嘛 不被輸贏所束縛 很自由啊 也許吧 看來人都是缺什麽想什麽 真被你說著了 喂 嗯 好 嗯 我馬上過來 我得逃課了 嗯 走吧 這個 這是最重要的 行了 你去上課 爸爸給你領報名表去 你會填嗎 說什麽呢 爸爸連這個都不會填了 那你可千萬別填錯了啊 表演專業 行了行了 現在填的不是高考資源 懂嗎 你得先去給人考專業科 專業科通過了 你才能參加高考 對呀 我說得沒錯吧 沒錯啊 行了吧走吧 走走走 爸 我還是有點不太放心 你有什麽不放心的 我跟你說 爸爸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在考場上 發揮你最大的能量 讓老師 看到你的潛質 就好辦了 其他的事情 就給爸爸來辦 行嗎 好的 行了 走走走走 爸 爸爸 你可千萬別填錯了啊 表演專業 好了好了 快快走吧 走走走 你千萬拿給我看啊 你別忘了 你別填了 在股權轉讓的協議中 明確顯示了這個賬戶 我們已經去銀行核對過了 確實是盧慧君所開的賬戶 什麼時候簽的合同啊 三天前 也就是我們解凍原始核 礦業股權文件的兩天之後 這麼快 看來事先他們都談好了 就等著我們放行了 一定是這樣的 接下來你們打算怎麼辦 這個事情在時間上 有許多事先設計好的痕跡 但其中的用意是什麼 我們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我認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立案時期已經成熟 可以展開對盧慧君的偵查工作了 只要這筆交易一開始 指控盧慧君的證據 就已經形成了 之後如果再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再觀察 先解決盧慧君的涉案證據問題 你考慮好了啊 這裡面犯常立刻沒有涉案的證據啊 這確實是個問題 不過盧慧君現在人在香港 如果這個賬戶不鎖定的話 萬一情況有變 我們沒有辦法應付 我妥議 但是曹明慧這個人 你們要當心 明白 李大康呢 這小子跑哪兒去了 陈局 今天是周末 誰家沒點私事啊 不是他平時不是鬧著要烈嗎 這時候他不鬧了 鬧過了 鬧過了 您看看這個 什麼鬧過了 李大康又鬧過了 霍亮 你趕緊給李初打個電話 讓他來一趟局裡 一會兒咱們開個會分下工 是 在涉案的這個問題上 我跟李初一直有分歧 爭論呢也很激烈 但是我們之間非常坦率 說實在話 我受益匪淺 收穫也很大 楊強 你可不能太實在啊 你要對李大康太實在了 你可得受氣啊 你不信你問問林希 林希最了解他們處長了 一句話 狡猾狡猾的 你看吧 林希最有發言權了 是不是啊 你特別要注意 李大康要發脾氣的時候 他說話你可別往心裡去 你要往心裡去你慘了 是不是林希 任君您放心吧 交給我了 行 我放心了 這會李大康啊 你們倆準能收拾得了他 好 喂 霍亮 你說 你說 什麼時候 好 我馬上到 馬上到 嗯 喂 喂 喂 我 我跟你說 我臨時有點事 你趕快過來陪孩子 院裡的事 我必須到 還有我告訴你 報名表已經拿到了 這個事情呢 咱們回去商量好嗎 我當然給報了 不報你女兒不給我吃了 行行行行 就這樣吧 你趕快過來別 先不要做飯了 我沒跟她說我去哪兒啊 你抓緊時間吧 好吧 大家注意了 今天我們要排練一場 非常重要的一幕 我們大家要配合女一號 好嗎 我需要大家的狀態 狀態 今天女一號還沒來呢 沒來 徐總 立即穿穿真的沒有來 那我們這個戲怎麼辦 我他媽瘋了 都他媽瘋了 吳大夫 您這是怎麼了 咱這戲還拍嗎 拍 拍個球拍 都給我過來 走走走走走 首先 申請市局計真部門協助 對盧慧君的通訊進行監控 對盧慧君在銀行所有的賬戶的交易情況 進行跟蹤 但是不能凍結 其中包括 曹明已提供給我們的那個交易賬戶 只能進賬 不能出賬 這樣 銀行方面啊 林希 霍亮你們兩個負責 麥子和我 負責協調市局計真處 是 大夥 你在家留守 都明確了嗎 明白 另外啊 我還要多說幾句 這不說不行 現在情況很微妙 如果這個時候 讓盧慧君知道了自己的處境 他很可能就滯留在香港不回來了 甚至外逃 所以我們必須要嚴格地控制消息 讓他覺得 什麼事情好像都沒有發生 這點很重要 不然麻煩就大了 再做的 這點不用我強調了 嚴格地遵守 案情的保密機率 誰出了問題 誰自己吃不了都得走 明白 明白 還有 就是我們最近呢 如果用手機聯絡的時候呢 最好 不要設計 盧慧君的事情 明白了嗎 明白 幹活 等等 下部局長 您看您還有什麼指示 曹明義這邊 我們還要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嗎 我把這哥們給忘了 那要是對曹明義進行監控的話 是不是必須要得到另外的授權啊 好 那所有的情況都落實了 從現在開始啊 每三個人一組 指手 指手大案指揮中心 八個小時 輪換一次 不當班的組呢 留兩個人在院裡待命 取消假期 有特殊的情況需要申請 我先跟大家申請啊 我今天晚上確實有點特殊的事情 但是從明天開始 我一直待在院裡 今晚我指手 我跟你一組 行 你們兩個女士一組 一會呢 我把每個分組情況呢 做個表格 貼在門上大家可以看 任君 沒事 我也沒事了 任君 您不再指示點什麼了 沒事 老同志就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越有事他越話少 不像我 有事我激動話多 那您真應該跟任君學學了 廢話 那叫禁忌 那是什麼人都能學的嗎 來 大夥 把這表貼門上 一會兒大家都看看啊 我那表格哪兒去了 什麼表格 我女兒考學的報名表啊 我說呢 錦山大學藝術學院表演系招生表 怎麼會跑到我這兒來呢 你偷去幹嗎 我回家怎麼交代 李大 您不是不同意 您女兒考表演嗎 怎麼不同意啊 當然得同意了 那麼多人削渣腦袋往裡跑 我幹嘛不同意啊 您就確定您女兒能百里挑一 百里挑一 罵誰呢 萬里挑一罵 我女兒是誰 真是哪 又白死了 來 林奇 我還忘了問你了 什麼事 馬爾帥那一直沒跟進嘛 那人還沒找到 馬爾帥那邊您還換人跟進嗎 我跟進效果不好 我告訴你不行啊 說工作 兩天之內我聽你揮報 你個閉嘴 來 閉嘴 媽 那個那什麼 最近太忙了 這兩天回不去了啊 你自己照顧好自己 那我知道了 我這兒有食堂 你就放心吧 李大康 男 什麼男 什麼男 父親的父 父 父 父親不就是男的嗎 你 別憑著好好寫 父 工作單位 錦山市 檢察院 人民檢察院 人民 檢察院 對 反 灘 局 不不不不 反灘局就不要寫了 寫檢察院就可以了 能行嗎 怎麼不行啊 寫你媽 你媽 父 楊慧 氣死了氣死了 這人氣死我了氣死了 又怎麼了 那個馬曉帥呗 你說 你說啊 前兩天吧 我跟李大康去銀行查 范昌立她媳婦的銀行賬戶 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有個人跟著我們 李大康上去跟那人搭話的時候 我順機給拍了個照片 我發給了馬曉帥 李大康的意思是說 你查一查那人有沒有案底 你看這麼長時間了 馬曉帥連個動靜都沒有 我剛剛打電話給他 我說馬曉帥那你查到了嗎 他說什麼 他說我過去找你 不是你說他過來找我幹什麼呀 你直接告訴我你查沒查到不就行了嗎 你可以不接茬 但是你不能拒絕人家跟你性殷勤呢 我沒接茬呀 你不是給人打電話了嗎 那是李大康讓我打給他的 可是人家馬曉帥不知道啊 他怎麼可能不知道 這一看就是李大康跟他串通好的 這你都看不出來呀 追女孩還可以這麼追呀 你以為李大康幹不出來嗎 想像不到 看來呀我在這方面還是太缺少經驗咯 氣死了 喂 你好 蕙君啊 捐子想吃桃子了 說你上次給他買那個桃好吃 你在哪兒買的 明天我給他買去 就在小區門口的那家超市 你別買多了啊 他不一定吃 那有時候就是說說 那你啥時候回來呀 再過兩年吧 姐明天又得去醫院做檢查 打個車去 跟司機說 讓他把車開到大樓門口 好知道了 你跟娟子說吧 喂老公 我做檢查那個小牌你放哪兒了 好 人去 怎麼樣 銀行那邊的消息說 那個賬戶上還沒有東西 直接那邊怎麼樣 劉慧君到目前為止 除了給家裡打個兩個電話 還沒有跟其他人聯繫 兩條線 是銀行方面呢 控制資金 市區機制那邊呢 控制人員 這叫請軍入翁嗎 別吵雜了啊 吵雜了就叫手足帶痛 會 怎麼會呢 盧慧君去香港 雖然是事前工作的安排 這裡面他要有變數啊你 盧慧君他老婆懷孕已經回院了 我不信他不會 你敢保險 沒有那金光鑽 不讓他自己活 快先請坐 啊 等著叫你啊 怎麼樣 你有感到不舒服吧 沒有挺好的 稍等一會兒馬上給你安排 啊 他就是副理長 姓歐陽 人特別好 這醫院你都熟了啊 我經常來檢查就熟了 真的 他生的時候也在這個醫院啊 當然了 我還挺緊張的呢 說實話 幫你洗洗算算的還行 帶你到醫院看病啊 我可真有點吃不醒 等慧君回來了 就不麻煩你了 好 好 小張 主任 那個稿子傳給你了 給主編看吧 別讓上次知道 改了文不對題 要改點動作腦子 上次是主編的意思 誰的意思 這文章署名也是我的 丟不起這人 這個主題不錯呀 浴火能夠重生啊 從原水和曠野的一次交易 來看成足的可能 主任 這一看題目 就知道這裡邊有內幕 少弄在嘴皮上 都在一點 放心吧 好 小張啊 幫我看一下 我們對天鹿橋的持股比例 倒沒到百分之四十 丁先生 各項合計加一塊 總共是百分之三十七 百分之三十七 好啊 那個做空大戶現在怎麼樣了 沒有消息了 我想大概是除乾淨了吧 行 那咱們有貨就吃 把價格維持在高位 看著還能扛多久 好 老總 差不多了吧 那就按我說的了 給賭花賬 好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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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銀行方面的消息 有二百萬已經轉到盧桂軍的賬上了 怎麼猜二百萬呢 工具還沒轉完呢 不對 大哥 我怎麼覺得有哪兒不對勁呢 有哪兒不對勁啊 你不覺得有條不完嗎 不 證據 李大 市局急診處打來電話 盧桂軍的航班號已經確定了 您看一下 好 好 好 後天 告他們 查一下這航班 幾點到盡山 明白 您不覺得太順利了嗎 這說明什麼 說明咱那兒活幹的 漂亮 大姨又來了 你別把話說得太早了啊 行行行行 走著瞧吧 這照片怎麼拍的太模糊了 這哥們還戴著墨鏡呢 這下一個 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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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intensive 哇 我用海底筹 对 就没清楚 article 我做了一个 杉綌 dollar 对不对 我说 我告诉你 我是来请你协助 我工作 不是陪你寻开心的 你那点花花长的 趁早给我收拾干净 否则别碍我不客气 别别别你别提 你听我慢慢跟你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省省省你 我 你 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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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烦人的 又是那个马小帅啊 你怎么知道的 语气都一样 不是他是谁啊 什么语气啊 要么是烦人烦人真烦人 要么是讨厌讨厌真讨厌 还能有谁啊 我确实特别讨厌他 是吗 反的吧 夏晴 你不会跟李大康 一样不靠谱吧 别人怎么想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想 什么叫我自己怎么想 我就是特别讨厌他 你没看到他刚才耍我那样吧 他在办公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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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呢你就不要说了 现在你想不想听我 分析一下你啊 分析我 对啊 分析一下你都没有意识到的 你自己 想听吗 你分析吧 首先 你有没有发现 你提起马小帅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我 对啊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这个男人正在你的心目中 逐渐地变得深刻和清晰起来 其次 你对马小帅的形容和描述越来越强烈 从一开始的末世 到后来的讨厌 再到后来的妻子人 甚至你现在用了特别讨厌 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呀 说明什么 其实我们很多人 在面对自己情感的时候 都带有一种伪装性 也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当我们发现我们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 我们之前对他所有的否定 正在顽强地抵抗着这种喜欢 所以我们非常的矛盾 非常的纠结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调整这种喜欢和讨厌 所以就出现了我刚才帮你梳理的那些情绪 但是作为一个身在其中的人 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作为旁观者来讲 我们非常的清楚 因此我觉得 你可能有麻烦喽 夏清 你真行 不是关键是我有你说的这么不靠谱吗 谁不靠谱啊 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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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好 情况怎么样 卢慧君的银行账户 目前已经到账四百万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还差一百万 目前账户状态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人查询过 通讯方面卢慧君每天都会跟家里通话 通话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家里的事情 那曹明义的情况 你们怎么看 有没有新的想法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说说看 我们目前的这个信息通道是从这个同飞到卢慧君犯常立 从谷昌号到卢慧君 再从卢慧君到曹明义 最后从曹明义再回到卢慧君 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回路正在完善卢慧君的作案证据问题 但是接下来这个通道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我表示担忧 如果卢慧君被归案了 他所能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很有可能只限于范常立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扩大线索 目前的现在这个信息通道恐怕不够用了 是的 那你想怎么办 我想通过国资办 国资办 你大胆地说嘛 就到我们在这儿做头脑风暴 牵涉到谁都没关系 说吧 其实没有具体的人 我只是想从国企改制的程序上进行推演 像南渡这样的大企业 如果它想改制的话 是必须要通过试国资办的 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 锦山这么多年来的国企改制 基本上都是遵循着某种理论在进行 从表面上看好像特别的有章法 实际上 简单点说吧 就是引入战略投资者 大胆 康大萝卜 你这儿来精神是吧 你这 什么情况 有点大胆呢 怎么说呢 厌缺安之 红胡志志在 我女儿可不伤得 你说为什么我白天一分钟都睡不着呢 睡不着啊 跟我出去跑一圈就好喽 就能睡着了 我才不上你的当子 我一会儿要吃个饭 洗个澡 享受一样 跑个窝 养标去 马小帅的事怎么样了 你别哪胡不开启哪个话 我跟马小帅就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 你这个人挺有意思啊 我说马小帅的事 你就很自然地把自己跟马小帅联系起来了 其实我是想问你 你让马小帅查的那个人怎么样了 我给气糊涂了 我忘了 不过应该没什么事吧 要有事的话 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你那样对人家 人家凭什么给你打电话呀 你弄清楚啊 他那是帮助检察机关在协查 又不是我个人的事 你问他敢怠慢吗 李大 酒杯 吃饭 我觉得那个事 您应该给李初汇报一下 哪个事啊 马小帅的事啊 李大 昨天我去找了马小帅 照片上那个人呢 对对对 让你干点活就磨叽 吃饭去吧 我怎么就磨叽了 你让我去找马小帅 我去找了怎么就变成磨叽了 谢谢 谢谢 人家马小帅把电话打给我了 说查到相关类似的人员 正在逐一排查 我让你去跟进吧 是不是 那人家把电话打给我干吗 那还不说明你 你把人给绝了吗 他真跟你这么说的 人家能跟我这么说吗 我猜还猜不到啊 你什么样我不知道吗 你我跟他没玩过 要爆发 干什么呀 吃饭去了 好 吃饭了吗 看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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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你跟李初说一声啊 我可能一会儿要出去一下 让他有事打我手机 好 算了 那我走了 喂 谁让你写这篇报道的 怎么了 谁让你写的 我采访了 是曹明一言的 是曹明一亲口跟你说的吗 哪儿这段啊 在家吗 你在这儿等着我 我马上过去 请坐 请坐 此次股权交易达成的速度之快 令收购方都感到吃惊 这是被访者的表述吗 大致是这样的意思吗 大致 当然了 不可能每一句话都是原话了 那就是你的演绎了 贵报的新闻操守就这么随意吗 这还有一句话 也是你陈大记者的演绎吧 就出让方来说 此次交易的动机令人感到不解 这多少让人联想到五年前 这座矿山低价出让的诸多谜团 联想 不解 还有谜团 可读性极强 你真是赚足了读者的眼睛 我从一开始就追踪这件事 我有大量的材料 来支持这样的质疑 那就说明你的暗示是明确的了 这只是刚开始 刚开始 你还想干什么 干我该干的 揭秘 制造轰动效果 充当媒体英雄 这是我多年的心血 五年前 谁关注我这回破事 我 我一个人 我一点一点的搜集 一个细节的一个系列整理 我就像一个疯狂的八分车 在肮脏的谎音里穿行 和驱逐们打交道 过去的时间试炼里 这个魔咒一直在我眼前晃 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 没有谁能阻止我 没有人想阻止你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现在有些相信了 归于你马仰静的死 吃饭了吗 怎么了 不是 你别吓唬我啊 发生什么事了 你别吓唬我啊 你别吓唬我啊 发生什么事了 companies 你为什么要早点 搅拌 relacion 我怎么能够 回去 你什么事了 你什么病 不是很难 你怎么会 你做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三十四个月 今天 你来做什么事 搞什么事 你不是没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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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